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光电特色方面的 属于省属重点大学 当时小时候啊 就寻思能考上长治理工大学就不错了 要求理科特别强 我呢高中时候也比较争气 理科相当相当牛肠了 物理化学加一期打40分 结果和这个学校无缘了 不过上学的时候经常来这吃饭 不知道现在的饭菜什么样 这怎么赶上食堂还装修呢 不知道开不开呀 进去看看吧 人不是很多呀 人进来看一下嘛 小炒 我刚才去的是一食堂啊 不行啊 这里边的饭菜太少了 也可能是没到饭里边 都没拿出来还是怎么回事 再去第二个食堂看了嘛 如果要是都这样的话呢 就只能凑合吃一口了 二食堂到了 这个食堂没装修 进去看看 这个食堂也不大呀 哎 算了 随便吃一口得了 看来看去还得吃快餐呢 八块钱三个菜啊 对 那个鸭腿呢 领算 鸭腿十个钱三个 十个钱三个 十块钱 一个鸭腿一婚一素 味道和以前完全不一样 嗯 鸭腿味道和食堂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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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光拍行动是比起 再感受一下大学的食堂文化 饭吃完了 没有上学时候的感觉了 怎么说呢 我问了一下工作人员 这个长春理工大学 它不是有两个校区吗 东校区是两个食堂 那这两个食堂呢 刚才我也都看了 我是在二食堂吃的饭 可能是上学的时候 吃的好东西少 所以吃什么都香 现在吃可能是 没有之前的那份感觉 总体来说 味道只能算是一般吧 不知道是环境变了呢 还是我的味觉提高了 挑剔了 总之溜到了一次 虾撒的食堂 回味回上学时候的美好时光 也挺好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录到这里吧 喜欢我的朋友 谢谢大家